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物都做了精准的预测 还有大神甚至剪接了其他同类型的电影片段 把这部电影的整部内容呢 通过拼接相似片段的方式全部呈现了出来 哎呦我的天呐 同样身份游戏人是在瞎输了 自愧不如 所以剧情以及剧错方面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从其他几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电影 首先我要提醒你们的一个点 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Warcraft 而不是World of Warcraft 前者呢是暴雪在94年发布的一款 即时战略单机策略游戏 意为魔兽争霸 而后者才是广大魔兽玩家们所熟知的 Wow魔兽世界 而94年那个单机游戏全程叫做 Warcraft Ox and Humans 对啊 也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内容 兽人与人类 如果你们有人玩过这一款 即时策略单机游戏魔兽争霸的话 都会知道它的一个无敌秘籍 可以呢让你的所有单位免受伤害 并且攻击扩大999倍 没错 这个秘籍就是 Who's your daddy 当年 年幼的我以为 我说了这个密码之后呢 狂虐电脑这个人发狂呢 是为了让电脑叫我一声爸爸 时至今日我才发现呢 这个密码是暴雪 从94年就开始的雄心壮志了 十余年的时间不断的发展 通过魔兽世界 读世传说 清晰争霸 暗黑三等等的现象级游戏 终于是凑成了暴雪七龙珠 而所有玩家呢 也对暴雪的称呼增加了一个后缀 暴雪爸爸 不过近两年呢 是游戏崛起的时期 同样也是游戏公司崛起的时期 东方有我大天朝 王毅腾讯七一金专家 西方有V社 这胖一统单机 现在可以说是 群雄逐鹿百花齐放的时候 暴雪爸爸 用这样一部电影的票房 和影响力 再次告诉大家 Who's your daddy 在赋予人物性格 和背景故事的方面呢 如果说暴雪爸爸第二 那没有人敢说第一 正所谓十年做游戏 九年做C之一 暴雪爸爸 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 游戏IT文化传承 以及底蕴拓展 从魔兽争霸 到魔兽世界 再到炉石传说 一个故事玩了十多年了 还间断性的玩新花 让试问有几个公司能做到 有了这种精神 他有了今天 站在荧幕前怒吼的杜总坦 他有了洛萨的单机救主 才会让部落的玩家 记住为什么 小号的链机地点 叫做杜龙塔尔 才会让联盟的玩家 知道为什么 暗杜伊洛萨叫做熊石 你呀敢一个人 骑这个七十几座机 去诅咒之地 单刷一百级黑手啊 为了部落 哦不 为了儿子 我认为呢 这部电影的主线 就是为了儿子 杜龙塔尔离开家园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萨尔的皮肤呢 跟自己不是一个傻子了 在这个隔壁 都是绿皮兽人 只有自己家 是棕皮兽人的环境下 他幽国幽民呢 他想着 为什么自己的儿子 是绿皮的 既然自己家的孩子 变成绿皮的了 那我得把邻居家的孩子 长成棕皮的呀 这也给后来 萨尔群上自己的兽族兄弟姐妹 埋下了伏笔 洛萨成为雄鹰 是因为他自己儿子太野 儿子就联盟小号呗 这小号等级低 装备差 还装逼 被人家部落大号抓的嘴 太熟识 小号受不了了 喊大号去报仇 所以成为了洛萨 solo黑手 一记致死打击 就KO了呀 哎 我玩联盟小号的时候呢 有的有一个部落的号 要是有人杀我 还熟识的话 我就上部落的号 找那个杀我的人 我骂他 麦迪文成为守护者 更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麦迪文不是靠自己 打怪练及PTP练上去的 而是靠着继承他妈的法力遗产 他老妈战胜了 被世界规则压制后的 多罗泰坦萨格拉斯膨胀了 谁的话都不听 就是要把法力继承给儿子呀 于是乎呢 给了萨格拉斯可乘之急呀 潜伏在麦迪文身体内 准备干坏事啊 其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我发现周围观众的讨论话题 50%都是猜某个出场角色是谁 真是拍给玩家看的啊 正常人绝皮就看不懂 麦迪文这个角色 这一样是间歇性曾经病吗 但是电影中并没有出现 太多的主要角色啊 什么伊利丹啊 二叉斯啊都没有 导致很多玩家 没有达到真正的高潮啊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暴雪是在保本求稳 拍的好了 这段还可以继续拍 拍的不好了 还有他们的儿子 可以去支撑下一轮圈钱 对此呢我是保留意见 因为刚才也说了啊 暴雪呢是很善于 赋予游戏与丰富的文化的 赋予了文化就有了人气 有了人气 无论是游戏还是电影 又可以持续输出了 虽然现在守望先锋已经出了 但是谁敢说暴雪爸爸 不想把魔兽这个IP持续拓展 这是一部不会失败的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无关于剧情 所以从票房角度上来看 这是一部不会失败的电影 也许有人不知道 1994年魔兽争霸面世之后呢 暴雪就开始了 自己拍电影的计划跟项目了 当初跟好莱坞的各种沟通 各种洽谈呢 好莱坞就一句话 你还不够资格跟我合作 毕竟呢 当时的暴雪只是一个 准一线游戏公司啊 虽然也赚点钱 但是跟人家好莱坞一笔 心酸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好莱坞是不是把肠子毁清了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其实正是当时的拒绝和难闪 才让魔兽这部电影 有了时间去缠电 情怀这东西呢 就跟老酒一样 越沉越香 十年后 传奇影业接盘这个电影 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啊 他们把多大的一个精神 搬进自己的钱包里面了 而随着时间的沉淀呢 当年的玩家 现在也有了充足的购买力 充足到这个地步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概念 可以明确一下 魔兽的电影 以及电影的魔兽 前者注重电影这个核心 讲求的是 艺术性的发挥和表达 力求突破原作本身 而后者呢 更注重魔兽这个要素 只要你讲的是魔兽 你怎么讲无所谓 这也是中外玩家 对于魔兽这个电影 评价两极分化的原因所在 中国玩家看的就是情怀 电影人只要满足 电影人的魔兽 这个阶段就是偶的 大家都在猜 这个角色是麦迪文吧 哦 这个是莫罗斯 但是并没有人关心呢 为什么麦迪文疯了呢 你讲故事没有道理啊 而外国玩家看的是魔兽文化 他们喜欢的是 你讲故事的方式 以及原创的内容 就好比说 在电视剧版冰与火之歌中 把总司令Snow活活严死了 怎么样 导致美国街头的垃圾箱里面呢 激增摔坏的电视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的 点赞呢 正所谓众口难调啊 票房上的载入史册 已成定局 但是如果想成为 里程碑式的电影作品 还需要在文化要素 和电影要素上 多做能力 最后呢 我想放下笔 摘掉录音室的耳机 轻轻地靠在座位上 简单说两句 我作为一个从 523时代就开始 进入魔兽的玩家呢 很感觉有这样一款游戏 让我们可以评县 自己的喜好去教育 这些朋友 会陪伴我很久 甚至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还会想起跟他们的对话 让我想起了最后 组团上线 问我的时候呢 联盟跟部落打着打着 有一个人说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两方所有人 没有一个动手了 两个水火不容 对立的阵容 就那么静静地 站在那里面 合照 同时呢 我也感激 有这样一部电影 给我们回忆 不论后悔 好吧 就像网上说的 这个游戏呢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它是魔兽 而对我们来说 它是世界 好的 有思想 有文化 走在时代 前一段游戏 诗人答应我们下期在 哎呀 这一期你们就看到这了 是不是啊 很棒 给你们个彩蛋 好吧 什么叫注重艺术的原创和内容 海加尔战役之后 在副本诺梦瑞根的白色穿空卡里面 有一些记录 这段二进制的话 翻译过来 那就是 萨尔跟吉安娜 两个人坐在树上 接吻 好重口 我期待你演下去 爆雪巴巴 好的 我们下期7月1日 再见 大人你好 我想问你一下 洛杀为什么最后 赶一个人冲到部落的部队里面呢 哈哈